这里就是荣村桥 那这边常常会有汽机车挡住 让行人没有办法通行 行人因此不想走天桥 过马路时不但要与左转车辆征道 又要闪避挡在行人穿越线的车辆 导致行人过马路时险下还生 同学提到说 这个号置秒数不足 行人通行会太赶 42秒的话以我们这个路口来说 以我们相对来看 它的行人秒数是足够的 机车都会大概会停在这里 你行人从学校要转过去的时候 可能这边很多车辆都塞在这里 你没办法上天桥 这部分除了就是用家用工程校去做改善 应该也没有其他方式 除了他用家用工程把两侧做一个隔离 让行人可以直接从这边过去 可能会比较方便 之后我想到的解决方法是有一次我在访谈交通队的时候 一个相关人员告诉我的 就是我其实可以在这边架设交通感 这样的话就可以友善的阻止汽机车挡住天桥的出入口 第一个就是贴海报在天桥的附近 这样的话就可以有效的宣导 第二个就是拍影片宣导 这也是一样的 那第三个就是让过天桥变得更有趣 我们可能会使用美化天桥 或者是放笑话设计游戏挑战谜题之类的 这样的话就可以让行人有意愿使用天桥 这个防撞杆我们可以请公务单位立即去试作 应该是可以减返这个入口被堵住 通过这次的行动 我发现原来透过孩子的力量来关注交通问题 也是有成效的 政府单位在收到我的计划后有正面的回应 我认为未来还可以做更好的地方 是换起驾驶人离让行人的意识 在访谈警方时 他们表示能采取的方式是开发单或宣导 但我觉得孩子的力量无限大 如果能由孩子来向家长宣导交通安全相关的概念 可能会更有效 希望有更多人能够加入我的行列 关注行人路选的问题 只要学着说I can 就没有事情难得到你 就没有事情难得到你了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